好消息啊同志们 今天带来了一个关于江玄罗的好消息 我们看一下吧 江玄罗还活着 而且状态还不错 已经成功的搞清楚 它是吃什么如何进食的 然后今天我仔细看 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罗 你看见没有 就是这个白色的 有点透明状的 这应该是一个小的江玄罗 也就是说江玄罗繁殖了 我们放大来仔细看看 看见没有 这个小的江玄罗正在移动 小江玄罗并不是固着在石头上啊 它会移动 它不像大的江玄罗 把自己已经附着在石头上了 也就是说小江玄罗 可能会找一个适合自己生长的地方 然后再把自己固定住 这种罗类太神奇了 原来小罗是这样的 你看它正在慢慢的挪动自己 在激流当中 我们看看这个小罗有多大吧 大概也就一粒沙子那么大 小小只的 然后过了一会儿 我发现它已经移动到石头这边了 这个太神奇了 它这个移动速度还是挺快的 几个小时移动了大概十公分左右 这个小江玄罗的出现意味着 我这一坨江玄罗里面 应该是在野外交配了 或者是在我的缸里发生了交配 但是我并没有观察到 继续观察吧 好歹出现了小罗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看看能不能观察到繁殖 好了今天我们是Rero's Frank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